我凭什么要听你的 你一不是我哥 二不是我爸 三不是我男人的 你不让我叫 我就不叫了 真是笑死人了 你不是不让我叫吗 我偏要叫 汉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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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华汉华 我就叫了 你能怎么样 你怎么样 我就是喜欢这两个字 你怎么叫 而这一次 他那盈润的红唇 又被男人吻了回去 堵了个严实 不要脸 不要脸 真是太不要脸了 女孩抡起粉拳 羞得要往他的胸膛上 狠狠地砸去 却发现 男人的胸膛 实在是太硬实了 好像自己出力越重 疼得反而是自己 如是想着 他又抬脚 直接朝他的腿上踢去 可是还没等 他把小腿伸出去 男人就眼疾手快地 一把把他蠢蠢欲动的 两条小细腿 牢牢地握在手心里 他不知道 这样的情况下 自己被吻的思绪 是怎么飘远的 但是他明白 他绝对是受到 男人的感染 完全地沉沦下去了 好像是一个 溺水者刚刚得救似的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头顶突然传过了 男人愉悦 又坏痞的声音 笨蛋 今晚的时候 都不会换气的吗 你个臭流氓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没有听懂我刚刚的话吗 最后再告诉你一次 别再让我听到 你再喊的那个字 不然 我不介意 现在就把自己 变成你唯一的男人 程翘翘心想 我去 世风日下 真谈妙的世风日下 耍流氓 都能这么明目张胆的了吗 耍流氓 都能这么嚣张的吗 擦了 咱等我以前都不知道 原来还可以这样操作的 accompany耍流氓 内帝